為了三六里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走了一個莫蘭蒂 又來一個馬勒卡 他現在正在成長精英當中 週五晚上的時候 就會慢慢的逐漸的接近 那目前來說的話 可能是週六的凌晨到清晨 是最近台灣 接近台灣東北部的時候 暴風圈可能會少過 請大家多留意各種的資訊 特別是在禮拜五 發布的各種的動態 禮拜四晚上就會發布了 海上情報了 請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看一下 其實跟過去相比 它的路徑收斂了很多 原來是比較發散的 現在它的路徑 如果你把各國的這樣來看的話 大概距離台灣 大概50到100公里左右中心 那如果這樣算的話 暴風圈可能都一定會碰觸到 台灣東北部的陸地 勢必會受到一些干擾影響 甚至往西一點都有機會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讓它這個颱風呢 往台灣這個地方推 現在來看的話 很一致啦 很一致啦 大概還有可能在修 但是勢必會對台灣東北部有一些影響 那颱風呢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的就在 跟之前的這個摩蘭蒂走法有點像 只不過呢 它不是往西走 是往這個台灣東北部方向走 我們看一下這個 今天的雷達和播圖 所以其實今天晚上 各地呢 中秋節都可以看得到月亮 為什麼呢水氣都明顯減緩的 深夜越晚 水氣減少的越多 應該就會看到一些明月 那未來呢 各位來看 就要看這個颱風的走向了 這個預計呢 它是從東北部這樣過去 如果照這條路徑的話 其實我們東北部一定會風強與大 因為這個颱風很有可能會接近到 強烈等級左右的水準 上下都有機會 那這樣呢 其實對東北部影響就很大 那很多人說 那這個這樣 這樣不是很像西北台 西北台是颱風從東往西這邊走 通過這個 基隆跟這個彭霞雨這個地方 那這個時候 因為颱風的眼強的環流非常強 所以就造成這個 台北呢 還有我們西北半部呢 風雨就會非常大 受創很嚴重 但是這個颱風 目前來看的話 並不像是西北台的樣子 各位可以稍微放點心 它走的速度可能很快 但是呢還是會對於我們這個 這個東北部會有一些影響 勢必會受到一些干擾 各位可以看一下 留意一下它的動態 事實上都會有一些這個影響 對我們來說的話 各位呢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會發布的警報 不過以現在來看的話 它走的速度應該是不會像這個 莫蘭蒂這樣這麼的慢 所以也特別提醒大家 我們最後還是在提醒大家 因為這個今天的這樣的情況 又來一個颱風 中秋節前後 很多人呢是沒有中秋節的 也特別提醒大家 這樣的變化的確是蠻特殊的 但是如果你禮拜六 這個凌晨到清晨有活動的話 恐怕在東北部一定要做好 該有的調整的準備了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影響 所影響台灣東北部的紀律 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請大家早點做準備 以上是今天的威德360 我們明天見